平时食有的,我们通常去罗湖、洛马洲那边去深圳 今集我们第一次经深圳湾口岸那边找好东西 看看什么好玩 今集找到我们的同事Loris一齐去吃食物 我们一齐出发 我们先从元朗铁路站出发 出G出口后搭巴士B2直达深圳湾口岸 天气真是好,沿途风景都很漂亮 很快搭了20分钟就到 下车之后见到可以搭其他巴士路线 小巴、的士、雷伊道 过了关之后想着搭地铁 但原来深圳湾口岸还未开通 所以就改搭网约车 大约5至6公里搭了15分钟就到 费用是人民币18.5元 下车之后走多1分钟就到 看下大众点评也有很高的评分 这间还要是蛇口唯一一间吃蒸海鲜 进去马上见到有很大的海鲜缸 起码有超过60款海鲜 现在都是吃大闸蟹的时节 好,选一只吃一只吃一只 先吃吃 świat Minute 在这们吃蒸海鲜的時 先试一诗掷被刺身 这 ese Midwest 是可以 一下这些 pre-c scal 比一个不 треб 先试一试 如何的大的啫anne 很鲜甜,很爽口 而且湯的過程,基本上肉會彈彈彈 這個鹽焗花蘿也不用等,現在可以吃了 這個花蘿比平常看的都要大 對,這個花蘿剛才的師傅焯熟了之後 再用鹽去焗 鹽裡面有一些桂皮、八角、香料 已經聞到了 先試試 吃完兩款後,現在先去蒸蠔 咦,有排骨 哦,原來蒸鍋底會熬 材料有排骨、冬菇、陳皮和乾貝仔 待會蒸海鮮的精華就會落在竹底 嗯,碗粥應該會很鮮味 餐蠔終於完成了 對,第一道的蒸海鮮 看起來也沒什麼縮水 對,那我嘗試哪一款 我嘗試這個蒜蓉 那我嘗試這個清蒸 哇,它真是很大隻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蒜蓉也很香 我整天什麼都不用點那一刻 你就能夠吃到那種蠔本身的鮮味 哇,又有一款海鮮可以 這一款就叫竹繩 嘗試一下 哇,看起來 這個很大條 嘗試一下它避製醬料 嗯,你又試避製醬料 我又是什麼都不點就試一下 原味愛好者 嗯,我這個什麼都不點的情況下 嘗試到那種海水的味道 而且蒸的時間剛剛好 一點都不關鍵 很厚 一口肉的感覺 哇,這個筆記背精 然後變成紅色 是啊,它本身的肉就是灰白色的 鮮甜,它不會鹹 而且你看到那些肉 真的很厚 有很多蟹都蒸好了 嗯,那我來 現在請姐姐幫我們 教我們怎樣吃這個蟹 教我們怎樣吃蟹 好的,沒問題 現在已經剪了蟹 是 來,你們挑一隻 這隻 這隻,好 是 這個蟹這個位置不好吃 這個位置不要 對,這個位置不要 因為吃這個位置很寒 我們拆蟹就是這樣 拆下去 這裡就是他們的牙齒 對,很硬 是 這個位置不可以吃 但裡面那些可以吃嗎 對,不理會 旁邊這裡 是 那些蟹不可以吃 哦 即是這層膜都不可以吃 對,這層膜 還有這個 來自的前部都不可以吃 旁邊這個膏就剪開 待會你們可以… 剪開,方便點吃 對,方便你們吃 即是邊邊位 對,邊邊… 這個是… 這個位置的白色 這層膜都不可以吃 是 要剪開 是,膜 是,膜 呼吸的位置 也不能吃 是 是 拿這個下面的幾個牙齒 全部剪開 怎麼反開呢 這個就這樣 一開二 是 方便吃 拿的聲 哇,不一樣 這個是公蟹 對,這個是公蟹 這個是… 所以顏色的黃 顏色不同 這個公蟹比較黃 這個就高 很飽滿 對,那些膏很硬 吃完蟹之後 竹都煮好了 我們就去吃鍋底竹先 你們喜歡吃什麼就可以放進去 就是這樣拌下去就可以了 對 有排骨 多個大塊 不吃青海鮮 就試一下這個酸湯肥牛 這個紅酸湯 其實就是有些叫貴州紅酸湯 裡面其實就是有些叫野生椒 還有一些番茄 這裡的師傅 就把酸湯魚的做法 就放在肥牛那裡 哇,這個乳鴿上來了 這個就叫香茅乳鴿 這裡的做法就是先用香料 包括香茅那些香料 浸它成六個小時 浸了六個小時之後 再去封乾 封乾完之後 再塗一層玻璃漿的香茅 再封乾 炸的過程 就拿起來 再用大火 去迫乾它 這樣會令皮更脆 聽起來覺得很脆 很脆 其實很脆,還會流油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